接下來方晨老師要介紹這一題 他說有20個數據 其中18個是1 兩個是0 要問他的算數平均還有標準差 那算數平均的話 就是把全部加起來再除以個數 個數有20個 然後全部加起來18個1 就是18乘以1 那有兩個0就是2乘以1 所以這算出來就是20分之18 也就是10分之9 就是0.9 第二小題要求標準差的公式 我們可以用第二個公式 2分之1的瓜瓜式根本 1到n 然後x i的頂發 減加n乘上 平均的頂發 那現在n要代多少 當然是20比較n要代20 那每一個的平方 在乘上把這個n也是20 所以你把它代進去以後 你會發現 這邊 這裡 所有的每一個數據都把它平方 1的平方等多少 1 0的平方 0 那所以其實1的平方 還是1 有18個 就是18 對吧 對啊 所以1的平方 那有兩個是0的平方 所以加起來其實還是18 減掉20 乘上 那平均 平均就是10分之9 就是0.9 那比8 好 代進去這樣子就是答案 好 所以這個 變成多少呢 就是18 就是18 減掉20 乘以100分之9 81 那這個約定要是5 然後 如果把它 乘進去 20分之1的話 變成多少呢 20分之8 再減掉 1百分之8 那這個通分一下子 上下怎麼有 就變100 所以是90 減掉81 就是9 所以就是 根號的 1百分之9 那1百分之9 就是根號是0.3 然後 十分之3 這可以嗎 兩公里